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澳洲NC这道题 那今天呢我要挑出什么 AB都是6的六次方因素 那重点呢是什么 A又是B的因素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 先挑出它的因素 再从这个B里面挑出A的因素 那B它有哪些可能呢 6的六次方 这里可以把它转成2的6 乘上3的6 好那这边有几个因素呢 这因素个数相当多 1加6乘上1加6 所以总共有49个A 那B的这49个可能 我们可以把它列表来重新写 这边一样照2的0 2的1 2的2这样一直下去 这是3的0 3的1 一直到这边3的这个什么 6次方 好 好那这边的话呢 相乘是1 这个只有一个因素 那这个数字呢 2的0乘上3的1 这里两个因素 三个因素 到这边7个因素 接着来看这一排 这一排呢 21乘30 它的因素个数是两个 那这边的话呢 次方加1相乘 这是4 这是6 一直到这边是14 好那接着这里是3 6 9 一直到21 所以最后这一排的话呢 是7 14 一直到最后的49 对于这49的B 它的因素个数呢 就是这些 所以我们要计算的呢 就是这些数的总和 那这个数的总和 可以怎么看 其实这一排 又可以改写成什么 2乘上1加2 加到7 然后最后一排 又可以写成 7乘上1加2 加到7 因此这里的总和 就是1加2 加到7 整个的平方 所以是28的平方 所以就是7 184